埃米尔·图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以及他的自杀论主要观点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图尔干·Milder-Kheim对社会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包括他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关于自杀的开创性工作 让我们更详细地探讨这些概念 一、社会事实 图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他认为社会通过外部的、客观的、约束性的力量对个人施加强大的影响 他称之为社会事实 这些社会事实包括塑造和规范人类行为的习俗 规范、价值观、法律、制度和社会结构 有关社会事实的要点包括 A、外部性和强制性 社会事实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 并且有能力约束和塑造个人的行为 他们对于个人来说是外部的 但可以影响他们的行为 B、客观且可观察的 社会事实是社会学家可以观察和研究的客观现象 他们拥有独立于个人看法的现实 C、对个人的影响 社会事实在塑造集体行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部分 他们提供了个人互动和做出选择的框架 D、社会学分析的关键 托尔干认为社会学分析应侧重于理解和研究这些社会事实 以理解社会现象和社会的运作 2、自杀理论 托尔干关于自杀的研究是他对社会学最著名的贡献之一 在他题为自杀、社会学研究的开创性研究中 他研究了自杀的社会原因 并确定了影响个人自杀可能性的几个关键因素 他的自杀理论可概括为以下要点 A、社会融合 托尔干认为社会融合水平 或者说一个人与其社会群体的联系和参与程度 是自杀的一个关键因素 他确定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融合 高度整合 利他自杀 当个人过度融入其社会群体 甚至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例如战斗中的士兵或宗教邪教成员 低整合、利己主义自杀 当个人未能充分融入其社会群体时就会发生 导致孤立和疏离的感觉 这种类型的自杀通常与社会孤立的人有关 例如老年人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B、社会规制 托尔干还强调了社会规制的重要性 社会规制是指社会规范和价值观 对行为提供明确指导的程度 它确定了两种类型的社会监管 高度调节、失常性自杀 当个人欲望和行为的调节崩溃时就会发生 通常是由于经济或社会条件的突然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绝望和无助的感觉 低监管、致命性自杀 当个人遭受压迫和过度监管的社会条件时 例如在某些监狱环境或虐待关系中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托尔干的自杀理论强调了社会因素 在塑造个人行为中的重要性 并证明了社会学视角在理解这一复杂社会现象方面的价值 它的理论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并持续在社会学领域产生影响 也不田的自杀理论 导致续在社会学研究的情织中 感谢观看 请不登学员